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显示出来的上面这个是外挂字幕 关于如何在视频中显示外挂字幕以及外挂字幕对视频内容的好处 我会在下一期视频中专门的向朋友们讲解 下面我向朋友们讲解一下在PR中添加字幕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手动输入 外挂字幕和内线字幕都可以实行这种办法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外部文件导入 第三通过序列格式导入 第四使用旧版标题添加字幕 咱们分别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四种添加字幕的方式 第一种手动输入 手动输入这种方式不建议朋友们使用 因为手动输入太耗费时间 如果是长视频不建议朋友们使用 很短的视频可以使用一下这一种方法 作为一种方法下面我仍然向朋友们演示一下 首先在项目面板右下角点击新建项 字幕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话块 标准后面有几个选项 我们看一下 607和608是美加标准 就是美国加拿大 同一电视这个标准是欧洲标准 下面是澳大利亚标准 制作外挂字幕使用美加标准 608 708和欧洲标准 制作内嵌字幕使用开放式字幕标准 我们首先演示一下制作外挂字幕 选择图文电视标准 经过我的测试 美加的608 708这两个标准 字幕显示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建议使用图文电视这一个标准 来制作外挂字幕 选择这一个标准 其他的保持默定就可以 点击确定 好这样在项目面板中就多了一个素材 字幕素材 我们把这个素材拖放到时间轴 然后把它拉伸至整个字幕 手动输入的不可取之处就在于 它要每一段音频都要单独输入 上面黑色的框内显示的是要输入的文字 调整的和第一段音频宽度大小一样 双击字幕或在风口中 点击字幕 这里就显示出了这样字幕的属性对话框 点击一下字幕 输入字幕的文字要和音频统一 我这边是朋友美好 然后在这里也要输入朋友美好 但是输入了以后 我们看一下在节目面板并没有显示字幕 这边这个字幕是我制作好的字幕 是内嵌字幕 不是我们刚刚设定的外挂字幕 如何让外挂字幕显示呢 点击节目面板右下角 有一个设置图标 把隐藏字幕显示前面这个选项勾选 我已经勾选了 勾选以后仍然是没有显示 还要设置一个地方 点击启用下面的设置 标准 这里是608 我们选择的是通用电视标准 选择通用电视标准 级别1和我们一开始设定的字幕的标准 要统一 这里才能显示 我们点击确定 字体就显示在了视频中 如何调整它的位置呢 我们在字幕属性这个面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位置显示模块 是由9个很微小的方块组成 点击最上面中间的这个方块 字幕就到了上方 点击最下方中间这个字幕 就到了下方 选择中间 它就到了中间 选择最右上角 就到了这里 好我们一般把它放在最下方的中间位置 在P2中 外挂字幕格式曲线性很大 我们能调整的是 字幕的底色 文字的颜色和字幕显示的位置 前面这个是调整字幕底色的 我们点击一下 在后面这个块内选择红色 把文字调整 黄色 字体就成了黄色 其他的只能保持墨令 一般来说我们把底色设成黑色 文字的颜色设置为白色 这样第一句话的字幕就输入好了 点击在一个加号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字幕模块 在后方又多了一个字幕 我们仍然调整一下它的宽度 把这一段字幕输入完整 下面都要这样操作 所以这种操作对于长视频来说是很麻烦的 极短的视频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制作字幕 如果是制作内嵌字幕的话 只需要在新建字幕的时候 选择标准里面的最下方的开放式字幕 然后在设置这个位置里面的设置选项 和我们选择的标准格式要统一 好我再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何制作内嵌字幕 点击字幕 标准选择最下方的开放式字幕 好点击确定 我这里显示的是开放式字幕 选择开放式字幕以后 我们要在设置这个地方 把显示设置里面标准统一成开放字幕 我们把外挂字幕删除 把开放式字幕拨入到时间中 内嵌字幕可以编辑的地方 比外挂字幕多出来很多 可以调整字体 可以选择字体的格式 字体的样式 字体的大小 其他的我就不再演示了 这种结合视频中的音频 手动输入字幕的方式 很耗费时间 还有单独的设置字幕的属性 不推荐朋友们使用这种方式 下面我们把字幕删除 清除 素材 清除 下面介绍第二种添加字幕的方式 通过外部文件添加 首先把视频中的音频文件导出 点击文件 导出 媒体 格式选择MP3 预设 保持默论 输出名称 可以保持默论 选择要保存的路径 保出视频的音频以后 我们要借助 外部的工具 来生成文字字幕 我使用的是讯飞听见 讯飞听见 是一个收费的语音转文字平台 它的准确率在95%以上 中文人工精转 它的收费高 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机器快转 收费比较低 并且出字幕的时间特别短 对于新注册的用户 它有两个小时的免费时间 朋友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手机号来注册 尽可能的获取它的免费时间 下面点击发布音视频 把我们刚才从Promia中导出的 音频MP3文件上传到这里 点击上传 出稿类型 选择字幕 订单名称 可以不输入 单行自主限制 默认的是14 我们也可以设置为24 点击确定定单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定单以后 有一个支付的过程 用支付宝和微信 支付就可以了 下面的我就不再演示了 支付成功以后 点击我的转写订单 然后选择转写订单 生成文字的过程 大约时间是一到两分钟 一到两分钟之后 刷新一下界面 就会出现查看结果的字样 点击查看结果 左边是文字 那深层的字幕和视频中的语音 是完全对应的 右边是音频播放档 显示框 点击一下下方的播放按钮 按ESC暂停 朋友们好 欢迎 和这边是对应的 有音频和文字的对照 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根据音频来修改前面的文字内容 尽管俊飞听见这个平台 语音识别的准确率在95%以上 它仍然还是有一些错误的 可以对照音频内容来修改文字内容 如果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点击文字 可以在这边输入就可以了 修改完成以后 点击下载结果 选择srt字幕 点击下载 然后选择报寸位置 因为我已经提前下载了 所以我就不再演示下载了 朋友们一定要把字幕文件 单独建一个文件夹 下面的一个压缩包 就是我下载的字幕的srt格式 srt字幕文件解压以后 我们重新回到Premier 把srt字幕导入项目面板 点击文件导入 把字幕素材导入时间轴了 上面这个显示的是我们刚刚导入的srt字幕的效果 如何对文字的大小等属性进行修改呢 可以双击项目面板中的字幕素材 弹出来一个字幕面板的属性框 也可以通过直接双击 时间轴上的字幕素材 打开字幕属性对话框 我们如果对我们选中的这一段字幕 比如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段字幕把文字刷小一下 可以点击这里 文字变小 如何修改所有的字幕属性呢 在入点出点这个位置空白处右键 点击全选 就选择了所有的字幕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修改字幕属性 字体设置为微软雅黑 大小统一设置为50 背景颜色可以修改 点击修改以后 在这里面选择所有显示的背景的颜色 保持墨雅黑色 透明度保持墨雅就可以 字体的颜色点击这里 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边缘颜色设置为黄色 我们还是把字体设置为白色 把背景颜色设置为黑色 导入的SRT字幕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修改它的属性 把SRT字幕导入到Permare中 这样生成的就是内嵌字幕 字幕设置完成以后 把视频导出 所导出的视频里面就会显示 我们制作的字幕 如何在视频中 比如YouTube频道 显示外挂字幕 不在这期的视频范围之内 在下期视频中 我会简单的演示一下 关于添加外挂字幕的操作 我把导入的SRT字幕删除 下面演示一下 第三种在Permare中 添加字幕的方式 通过序列导入 通过序列导入方式 需要借助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这个软件的名称是Arctime 我会把它的获取方式 放在视频上面去 打开以后点击文件 导入 导入我们下载的SRT字幕 点击打开 当然这里面也可以修改文字 但是我不建议使用这个软件 来修改文字 我还是建议使用 逊飞听见 因为逊飞听见可以结合 音频内容来修改 因为我们导入的是已经修改好的 没有什么错误 点击继续 点击确定 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操作 我们只需要把SRT字幕 导出序列格式即可 来到这一步以后 点击导出 导出到Permare 然后选择最下面这个选项 XML加拼音计格式 在这里要提前设置好 字幕的属性 字号 建议调整为60 添加矩形边块 通过这里 可以调整位置 垂直边距 可以往下调一下位置 左侧边距 右侧边距 保持默认即可 选择保存位置 这里强调一下保存位置 一定要保存到一个文件夹下 因为导出的这个文件 内容特别多 然后选择下面的导出 具体的导出过程 我就不再演示了 下面我打开 字幕序列 每一段语音都生成了 一个透明图片格式的字幕 这些不需导入 只需要把这个序列 最后的位置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序列 导入到Premier中即可 打开Premier 我们直接以拖动的方式 导入到项目面板中 我们把这个序列文件 拖入到时间中 好 这个操作就这么简单 第四种在Premier中 添加字幕的方式 是通过旧版标题来实现 这个操作很简单 我演示一下 点击文件新键旧版标题 宽度高度 这些属性设置的 要和视频的序列属性一致 如何查看视频的序列格式 可以右键视频序列 点击序列设置 能够找到视频序列的相关信息 我们再回来 新键文件新键旧版标题 宽度高度 真数和像素常观比 和视频序列保持一致 然后点击确定 输入文字 比如在这个地方 是朋友美好 我没输入朋友美好 设置一下文字的格式 点击这里 点击以后 右边就出现了文字的属性 调整一下颜色 把文字格式选择一下 调整为为了压黑 后面这些属性都可以调整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位置 点击字幕后面的菜单符号 点击属性 x 位置是水平位置 我们调整一下 然后再往下调一下 其他的一些属性 我们可以尝试调整一下 调整好属性以后 我们关闭这个面板 然后把这个字幕序列 拖入到时间中 这个字幕就出现来了 视频中 我们调整的和音频的位置相同 如何添加第二段字幕呢 因为我们把属性已经设置好了 不需要再设置了 我们双击打开 已经设置好属性的字幕面板 点击文件后面的编辑 点击复制 然后在项目面板中 粘贴这个素材 或者直接右键 已经编辑好的字幕素材 点击复制 双击新的字幕素材 或者直接右键 该字幕素材复制 立刻就剩下了一个 新的字幕素材 我们双击这个字幕素材 直接修改文字就可以了 然后拖入到 对应的音频上 好 下面的我就不再演示了 这种方式也属于 手动添加字幕 以上就是今天 带给朋友们的 在Permare中 添加字幕的 四种方式 建议朋友们使用 第二种或第三种 在Permare中 添加字幕的方式 下期视频 向朋友们演示一下 在YouTube频道中 添加外挂字幕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朋友们 关注我的视频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 再见 再见